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繼續回到第二節的《有文必搭》 身邊嘉賓仍然都有Rafi在 Rafi 你好 家庭觀眾有任何股份問題 可以打電話來民股熱線2046566 或者電郵給我們ask at bschannel.com 我們聽聽家庭觀眾就是林先生的電話 林先生 你好 早晨 兩位 早晨 想問什麼股份 有約2328 現在變穿了13元 是不是走勢轉弱了 有貨在這裏 13.3有貨 13.3有貨 好 和你看看2328的中國財險 現價報在12.8的位置 暫時升四仙上來 剛才林先生也提到技術走勢方面 其實看到跌穿了50天和100天的移動平均線 兩支的陰燭都暫時站在那裏 如果13.3有貨的話 怎樣看回這股份 有沒有機會彈上去修補裂後 當然 以財險來說 的確那個勢就一般 我覺得看法上就不及其他 內險告為之好 因為始終財險最主要和其他內險告分別 就是業務性質 他最主要做財產險為主 當然在增速上還有 特別見到九月中來講 他之前公佈頭八句的保費收入 其實都按年還有一成的增長 但是那個增速 明顯較之前來說是慢了很多 所以如果這番增速都慢慢放緩下來的時候 以整體來說 以估值來說 不算太吸引的話 稍為走得弱點 都很合理 所以我覺得如果這番配合基本面 都是一般般的時候 看法上明顯地轉弱了些 所以我覺得如果本身是有貨在手的時候 都需要小心一點 因為特別以走勢上來說 一來就跌穿13元50天線的大位 二來其實連一個比較大型的三角形通道 都叫做失手賣的 因為如果以下面來說 自從今年六月份回來 其實是看到有個上升軌是正在形成的 去到之前大概13.2這些位 就是這個上升軌的支持位 但是去到上星期五 或者今天回來 都進一步是跌穿了 那一來回不了上五十天線 二來都是一步跌離了那個上升軌的底位的時候 幾乎未絕過勢 可能真的再有機會下一下試 暫時來說 如果再下試的話 我覺得可能試回大概12.6左右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要大的指洩位 放在12.6 如果短期穿回這些位 考慮去到指一指洩線 如果不跌穿的話 你再拿著拿著它 看看可不可以真的回到13.2樓上 如果能夠站上去之後 我覺得問題又未算太大 好啊 暫時定過指洩價在12.6 目標價看到13.2之後 再去看看可不可以站穩 希望可以幫到你了 林先生 好 我們接著就聽聽下一位家庭觀眾 就是胡小姐的電話 胡小姐你好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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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不買得到呢 還有什麼價位可以買來 好 先看看1496 就是亞積幫租任 暫時在佈5.8的位置 升級2% 本身沒有貨在手 如果沒有貨的話 可不可以考慮這隻股份 當然你問我來說 它不是太容易考慮 因為一方面以它本身的業務 又不算太好 特別之前中期業績 受上市份的開支來說 其實都很少贊成5.1 基本上市之後 可能頭幾日炒作下過 但之後長期股價都是偏弱為主 所以你說整體有沒有很大的炒作空間 我覺得就真的未必太有 基本上成交也不是那麼大 基本上比較交頭疏落的話 你買得下去 都要小心一點 所以如果你真的這樣讓我選擇 我真的不太建議 但如果你純粹是短線 都不會說你的基本面 純粹看技術面的話 當然近期 剛才提到 雖然整個trend是一般的 但近期稍微好一點點 如果你真的要拼搏的話 或者小處地去試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維持大約5.5指 靠近10天線 少處地上一上車 短期的目標 真的是6.5指 去到那些位置 我都考慮食糊的了 但下面是比較關鍵的 如果你5.5指上車的話 剛好調50天線 大約5指左右 跌穿就考慮食糊 剛剛差不多一成左右 我覺得只要你肯 短線承受這一成的風險 你小處地都可以考慮試一試 另外 胡小姐是否都有其他股份問題 我想問3、4、7為何牌子好像升不顯 換言之 就不要放在手 太太借3、4、7 安降股份 暫時報在3.75 輕微上升一先 不過其實今天低開過 都見到創了一個月的新低 最低見過3.71的位置 為何近期來說沒有什麼聲勢呢 是否都說 他們的鋼鐵業本身 都有一些的庫存壓力 以及需求回落 利潤萎縮等等的情況出現了呢 當然你說其實行業基本面 就還要時間去改善 當然慢慢見到 今年回來都可以一些庫存 一些產能 其實是好一些的 但是未主完全是走出完全的谷底 所以的確要時間去慢慢改善 所以其實這件事 都真的久不久會影響著整個降跌板塊的去向 所以有可能會偶爾反覆一些 或者弱一些 甚至乎你說以這一陣跌得比較明顯的主因 就幾關 除了你是行業基本面之外 就幾關就之前曾經可能行內都傳過一些重組 兼聘因素 就譬如是補鋼、武鋼的一個重組 到那一刻做過之後 其實本身全國安鋼和本鋼都有合併、重組傳聞 但之後就澄清了未有這些事發生 所以之後至於股價開始見到偏遠一些、弱一些 再加上始終練鋼練成 最主要原材料都是不離煤炭、個別的原材料 以煤價近期這麼貴或者是升那麼多的時候 相對對於鋼企來說一定有些壓力存在 所以當煤價一強 鋼企自然是走弱 其實很合理 所以變相近期的股價偏遠一點為主 但是暫時來說 如果你本身沒有貨的話 我覺得這隻其實都可以用低位去考慮 我覺得你暫時來說 如果你真的要去到低位置的時候 大概就3.65%附近左右 我覺得這位其實可以嘗試吸一吸 中線來說以四個二樓上做回目標價 而下面跌穿3.2%這陣5、6月的橫行低位左右 考慮指示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試一試 幫不幫到胡小姐你 好 我想問多一隻 6881 是 6881 6881 是 本身有沒有貨? 沒有貨? 沒有貨 我想問多一隻 拿到甚麼價位可以買呢 好啊 看回6881 中國銀河報在7.1號 4月暫時升7仙上來 本身家庭觀眾胡小姐沒有貨 看到其實都有三支的陰燭 已經是跌了下來 現在就在50天和100天移動平均線中間陪回 去到甚麼價位你覺得可以買入? 我覺得如果以這隻來說 之前都答過就是不要太心急 當然基本面來講 你選擇這些內地券商股 可能一來你都在說 你接駁內地市 慢慢做好些 或者接駁深港通的個別炒作 但是坦白說 這些因素對內地券商股 是否真的這麼大的推動性 我覺得就一半半 所以很多時候反而是低位 才撈一撈會比較好些 甚至以本身走勢來說 看到這隻銀河 其實之前都說過 近期是慢慢跌穿 例如7.2這些大位 7.2明顯是一個本身重要的支持位 因為這刻都失手了我 兼且還未上去的時候 幾意味股價都會稍微有 可能少少下市價壓力 所以如果有機會是試低多些 例如去到6.8左右 我覺得去到這位才會吸納 會比較安全一點 如果6.8上車之後 讓它突破7.2樓上 以大概7.6左右 做回目標價 而下面 我覺得到時來計指示位 放回大概6.2左右 也是大概5-6月的低位 我覺得穿回這位 只要你到時肯去指洩 減房的話 相對都可以試一試 好啊 撐低一點才去買入 希望可以幫到你 胡小姐 也多謝你的內電 看看大市方面的情況 恆指報在23,596點 現在升幅稍微有些收窄 升至296點 至於國企指數升至119點 報9,701點 成交方面去到229億多 可以留意 這一節的問答環節時間也是差不多 跟Raffy做個申報 講的這麼多股份 有沒有哪一隻持有的 也沒有 好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有其他直播環節